说说上集,第十五集讲述了冰殿双头龙王的来历 他们是因为爱情而灵魂合一 并且在BT版的世界里过着男更女之与世隔绝的桃源生活 想要将他们请出山需要做到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接纳他们的近亲杂交 第二个就是击败十万血量僵尸阵 第一个条件好说反正他们已经合体了 只能接纳第二个有点棘手 BT版的世界和中文版的世界不互通想要击败他们 只能委托全世界都通吃的黄色蔡文 你好呀,黑黄黑黄的蔡文哥哥 听说你可以有任由于你在任何世界行走 能否帮忙去BT版早已陪你 和你直播去击败十万血量针 如果主导了 我保证让大家给你很多的三连和六六六阳光 这个好说 只要有三连和扣六六六阳光 我死也值了 于是黄蔡文来到了BT版世界找来了一百个火龙果炮 那么这一百个火龙果炮vs三个十万血量的僵尸能否成功呢 认为能成功的扣一我们拭目以待 非常耐思在大炮的狂风烂炸下 高血量僵尸们被击败了 冰殿双头龙王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组织的不计前嫌愿意收纳我们 并且还是破了我的僵尸阵 我代表所有龙王 欢迎冰殿龙王归位 第十四个龙王 也和你一样是双头龙王 他就是消失的全明星之冰火双头神龙王 你们同是天涯伦落龙 应该知道他的下落吧 这个我是知道的 之前和我们还在BT版一起待过 后来被僵尸boss抓去做实验了 他想进行解剖 然后尝试制作双头僵尸 来对抗我们龙族和其他植物族群 看来第十四个龙王迫在眉睫 如果不及时救出他来 植物的未来将岌岌可危 具体该如何救他出来呢 预知十七集精彩故事 敬请点赞关注下集 不见不散